Hello 同學 你好 我們將會用兩堂的時間講一個結構 就叫做the more 點點點的結構 在講這個之前要溫習什麼是comparative和subparative 即是一些比較級的adjective 例如左邊 one syllable的adjective 也就是一個響音的adjective 例如small 加er 或者est 就是比較級 中間那一頓就叫做comparative 而最後那一頓就是subparative 簡單來說comparative就是把兩樣東西或者兩group東西比較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comparative 例如you are smarter than me 我和你比較哪個聰明一點 聰明一點就是smarter 就會用comparative 如果你要比較聰的 你要表明是聰點點點的 例如I am the best 那那個best呢 那個best 就是subparative 好簡單 那可能有些同學有疑問 究竟那些adjective 什麼時候加er 什麼時候加est 什麼時候用the more 什麼時候用the most 是不是 那大家可能有時候搞不清的 那現在就搞清楚了 那我們究竟是用加er的形式 還是用加more的形式呢 就是視乎那個形容詞的adjective 究竟是有多少個響音呢 例如small 可能只有一個響音的 就會用 即是所謂的one syllable的adjective 就是純粹加er加est 但如果兩個響音的時候 那有時候可以加more 有時候可以用加er加est的形式 但是當那個adjective有三個響音的時候呢 就必須用more或者most 視乎它究竟是comparative還是subparative 那當然有些形容詞是evagla的 即不是純粹加most加more 或者加er加est的 例如大家最熟悉的表格就有good good 它的subparative是best 它的comparative是better 對嗎 當然今堂的主題不是在這裡 如果大家不太熟悉的話 當然google上面有很多資料 只要找comparative和subparative 就超容易找到的 這個當是功課這樣交給大家 上網找一下資料 記住了 有些adverb 我現在講adverb 剛剛那些是adjective 現在講adverb 有些adverb 那個樣子 原來跟adjective是一模一樣的 例如late late 遲到 I'm late I'm late 這個時候 這個late是adjective 但是如果我會說 I come late 的話 I come late Late 這個就是一個adverb 但是你問 但我看到lately 雖然lately 都是一個adverb 但它的意思並沒有解釋 遲到的意思 它是解釋最近的意思 所以大家通常都會混淆 為什麼有時是adjective 有時是adverb 我以下列了黃色字這些字 他們的adverb和adjective form 其實都是一樣樣的 大家記住留意 通常如果我們adverb 要有比較級的時候 我們都是會加more 和most 好 講完之前那些大家要溫習的東西 現在真的講句子結構 第一個要學會的結構 就是the more 加svo 即是完整句子 然後加一個豆號 然後再加the more 再加一個完整句子 這個句子結構 同樣都是帶得出一個因果關係 你越是點點點 另一件事就會越會點 點點點點點 好像聽不懂 不如直接看一下例子 最簡單的 第一句 the more you read the more you learn 你看得越多書 你越學習到更加多東西 其實 如果你把它放回 because的句子 其實是一樣講得通的 because you read more you learn more 對不對 同樣的意思 只不過是不同的句子結構 如果不是純粹the more 如果不是純粹the more 例如最後的句子 我們就用到比較級 the richer he is the greedier he becomes greedy 就是貪得無厭 那這個 它原本的 adjective form 就是g-r-e-e-d-y greedy 如果它是比較級的時候 就會是greedy y轉做i 然後加er greedy 是比較級 這也就是說 我們 the more 可以選擇svo 又或者 如果後面的svo 是adjective的話 就可以把它放在more的位置 把它變成comparative的adjective 就可以了 學完第一件事之後 當然有practice的exercise 給大家做 第一個exercise 就給大家填一下孔孔 究竟要填些什麼 comparative的adjective 大家用少少時間做一做 好 那剛剛就說the more the more的結構 the more ok 那這個位置應該填些什麼 the more famous 是不是 famous 它有多過三個響音的 所以就會用more 好 第三句了 the more exercise you do the healthier 是不是 the healthier you are 好 我們看一下第四句 the more parents go their children the rebellious children become 好了 那些家長 越是兇他們的小朋友 那麼the do do children become rebellious 就是反叛的意思 好了 如果那些家長 越對他們的小朋友 越兇 那那些小朋友會怎樣 越是反叛 喜歡唱反叼的 對不對 所以 rebellious 應該是用the more the more the more healthier the more healthier the more rebellious 這句仔 好 好了 第五句了 那就 不再讀了 越多能量我們省到呢 越多錢 我們 真的可以save到 真的可以 省到錢 那麼我們 越省電 就越省錢 對不對 所以 the more energy the more energy the more energy the more money 不好意思 第三句是不用more 多了 因為他原本 heavier 應該是比較級 那麼more 是可以直接用heavier 取代了 大家做完之後 可以對一下 這版的答案 到Task 2 將那些 ideas 每一題 裡面 就有兩句 用the more the more 的結構 串連起來 給大約五分鐘的時間 做一做這五條題目 好 我們來看一看答案 那麼 第一條呢 那個句子 那兩個句子分別就是這樣的 你練習你的硬筆寫字 第二句是這樣的 你寫字呢 就很美 OK 如果要把這兩句 用the more energy 的結構 寫完的時候 我們可以是什麼意思 你越練習得多你的寫字 你寫字就會越美 好 首先 第一部分 you practice your handwriting 就是你的頻率越高 次數越多 我們可以就這樣 the more the more you practice your handwriting 你寫字 第二部分 you're handwriting is beautiful 它是形容你寫出來的字 所以 the more beautiful the more beautiful you're handwriting is 所以我們之前已經提及過在上半拍 所以我們可以用It來取代它 其他都是類似的做法 大家對一下自己合不合 金銅的內容大致是這麼多 當然有Homework給大家做 在這個練習中大家同樣和剛剛task2的exercise一樣 將這四個句子用the more the more的結構串連起來 做完後面的版本就會有答案 大家停一停這個影片自己做一個exercise 今堂講the more the more的結構暫時是這麼多 總結來說 今堂就是如果當那個svo 即the more加svo就好 the more加svo就好 the more加svo 如果svo要說次數頻率的時候 純粹加 純粹用the more 那個svo是一個b加adjective的結構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將那個adjective 放在the more的位置 然後把它轉為comparative form 就可以取代原本的the more 今堂總結就是這麼多 那今堂要講的都是暫時是這麼多 那下堂繼續講the more the more的結構 那exercise 加上大家做 待會可以對回答案在後面的版本 那就是這麼多了 Thank you 拜拜